原本开在中线车道突然往右偏 撞上了连结车的车尾 瞬间残骸散落 小货车击杀 后车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小货车被撞了之后 整辆车又失控 甩到了内线车道 整辆车又失控 翻车 甩到了内线车道 四轮朝天 小货车驾驶 新名54岁的无姓男子 被救出时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到医院经过抢救 还是宣告不至 车祸发生在2号下午1点多 地点在国道1号北上 四车连撞车辆占用了中线 和内线车道 也导致了现场车流回堵 将近8公里 一直到下午3点半左右 才排出状况 行驶在中线车道 因为不明人音 撞击外侧车道的连结车 那滑行后再遭后方 行驶中线车道的连结车 追撞 警方补充无姓驾驶 经过抽血检测 没有酒精反应 但好端端开在中线偏离车道 如果是变换车道 怎么会撞上前车 警方补充无姓驾驶 经过抽血检测 没有酒精反应 但好端端开在中线 怎么会偏离车道 如果是变换车道 又怎么会撞上前车 噪音还要厘清 原本的小擦撞 遭到二度追撞 翻车 酿成一丝 TV陈晨之中 张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